大家好 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在德州 来这里看一处 西汉石的古墓 它就是大名定定的东方硕 据说它还是这相声行业的祖师爷 等于是后台 供奉的就是它 这里还是它的家乡 关于东方硕 它所留下来的故事是非常多 它也是这智慧的化身 有很多行业 都把它当作祖师爷 它的这个梦园 是在德州临城区的一片田野里 在这微墙之内都是被保护范围 整体的规模比较庞大 下面是金山的一片 在它隆起巨大的风土 就是为东方硕它的墓种 这里是一处山洞的石牌坊 它也是这东方硕的一个墓门 上面是有八线的雕刻 这条道路就是通往东方硕 它坟主的风土 这里下面所盖的应该就是小麦 现在是因为下雨 现在在我的身后 就是为这东方硕 它一个庞大风土 在旁边就是它的墓碑 这墓碑虽然是为后来所立 但是也是做出了这一个仿古的造型 非常古朴 前面有祭台 还有十字的香炉 这东方硕的墓为什么会藏在这里 很简单 因为这德州就是它的一个故乡 东方硕它是汉武帝时期的大神 所以上面有它的官职 汉太宗大夫 它从小就是非常优秀 从石温断智到主家经典到都 诸子百家 而且它还练剑 可以说是一个权材 它到22岁就是非常自信 而且它长得还是非常好 由于双目是汹汹又深 汹汹涛脸学习战法 可以说是当时非常优秀 所以它就向皇帝去敬监自己 江志颖比作古诗有才人了 所以汉武帝觉得他气概不凡 曾经东方硕向汉武帝上书 他用三平坚的租简写成咒书 需要两个月才能搬得动 然而汉武帝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才将这些租简全部看完 我们也可以想象 这东方朔它是多么大的一个学问 这个东方朔它是竹子多么能言善变 而且也是非常幽默 所以汉武帝非常喜欢他 汉武帝虽然很信任东方先生 但是并不任用他处理国家大事 因为在汉武帝的心目中 东方先生虽然很有才很幽默 再来他是相当于和歌舞一样的人 所以逗逗妹子开心还可以 但是并不为人他于国家大事 这一点对东方先生来说确实很驱才 他有那么的套略 然而却不被为人大事 但是他也是以幽默的行为去觐见了很多 为汉武帝改正了很多做法 从而也是拯救了很多人 就比如汉武帝他要修上林院 他还要杀别人 都是被东方朔以幽默的行为进行化解 整个的东方朔墓园它虽然是很大 但是在这个田野里有这个风土有这些时刻 西域呢就是为这个庄稼 现在呢是有这个小麦 今天呢还是下起了小雨 很有这个看古墓的感觉 这多做三个字像这个金色大字一样 它的光芒流到今天 它这上面呢是有很多这个神兽雕刻 而且它这个仿造墓碑呢很有感觉 特别像这个汉武帝 还有霍玉柄 他那个时期的一个墓的形式 它这个项路里面呢还是有这个香 而且呢在这个地面 而且有这个痕迹 这说明也是有人来气质它 在这个深冬镇在每年的3月3呢 会有一个庙会来纪念东方朔先生 也形成了一个文化节 在这个风土有一串呢 它还是有这个石碑 这呢是温饱碑 在中间这块呢 汉太宗大夫东方朔曼倩之母 曼倩呢也就是它的字 这一块碑呢它的年头是比较久一些 它上面的字是为1984年 为零县人民政府所立 这座古墓呢在2000年来是多次修缮 现在我们所看这几块碑呢都是为近代所立 但是呢它有一束唐的古碑是流传下来 是为当时在这里的太守 也就是颜真卿为他所写的一个墓碑 那一块墓碑呢它的历史价值也是非常高 在国内强盛的汉武时期呢文武大将 是光芒万丈 而且呢是有很多人是轻死流明 然而这博学的东方先生 他却没有被重用 他地位呢一直是不高 但是呢他是人格高尚 这呢也是被后人所敬仰 他没有因此而心灰意冷 反正呢他利用在这个汉武帝身边的这个时刻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以幽默的形势觐见忠言 帮助汉武帝改正措施 关于这东方说呢他还有一个传说 汉武帝和他在一起呢很开心 虽然呢也是经常赏识他一些财物 然而这东方先生呢就拿这些财物 驱逐自己喜欢的一件爱好 他的爱好是什么呢 他就喜欢美色 他每一年都会娶一位美貌妻子 年年如四 而且呢把上一任给抛弃掉 在这木头旁边呢他还有一束房子 像是还没有完工建成 但是呢他四周全都是玻璃 刚才下雨比较大 我就是在里面说避雨 在这封土的一角呢他有一棵树 他像散一样 像是为东方先生 折因纳凉 我们在这墓碑上看到是汉太宗大夫 这呢是他的官职 也就是他最高的一个官职 自一千代 他没有像魏清霍聚病 竹夫眼那样参与到国家大事 他一直呢是以汉武帝一个近世的存在 但是呢他依然是影响了汉武帝很多的举措 这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东方硕木 下视频见 再见